我们真的是非常久没有拿起这个相机的 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承诺过拍点车的一个content 那今天正好呢我朋友他提了他之前提了一辆911新的929人 那正好我呢我之前也跟大家承诺过说要拍一个Tekan的测评 那其实我买的那辆Tekan也是一年多了 那正好也可以讲一下就是这一年多开了一些感受和体验 那我想说与其不是说与其放着把车停在那边给大家讲 还不如说我们今天去干点什么 给大家看一下最近出的Burberry的BOX LOGO 我们这是我们一个观众 就是一个高中生35观众卖给我的XL 反正这个感觉已经算是这两年算是已经是非常厉害的dumping 但现在价格也没有很高 不知道穿上什么怎么样 其实可以穿上试一下 要不穿上试一下吧 这样穿上试着给大家看一下感觉 然后我们刚才本来想说去逛一个Vintage Store 但是我们处还已经晚 所以要不然我们直接就去吃个饭做个直播 然后正好也给大家测试一下我们两两次 差不多就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BOGO 其实我感觉这次的BOGO其实没别的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尺码可能跟之前有 还是有点出入的 你在购买的时候稍微注意 因为我之前其实Supreme XO不会像这样 但我感觉这次Supreme的尺码真的比之前大了好多 因为我感觉就是不合身 而且其实穿上去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可能黑色的像道理 可能会我觉得上升的好看 但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头很没洗 Winness偷行 那行那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Supreme的BOGO 然后大家购买的时候尺码上会注意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我们后面什么 Car Restore 然后我们店里要马上弄一个新衣服 就是TUFT 你看我买了弄了很多这样子一个线 就前那之前不是之前 小黄叔叔最近很火 然后包括很多女孩子 主要是为了新女人 来店里整一下子 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们到时候会有很多位置 两个不是很多两个位置 然后都会在这边 然后我们会放一些Bear Brick 放便大家拍摄 然后我们也会有只有专业的人 教你怎么去做这些东西 然后大家如果有心情 我可以加我们多伦多本地 就这台电视困境 然后如果有心 就可以上我们预约一下 我马上这个服务就开始了 OK 差不多就这样 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这一期的内容 那我们其实这个车瓶其实搁了蛮久 我们搁了留小一年的 那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说等我朋友这辆911 比较我们什么时候能一起在一个天气不错的情况下能一起拍一下 因为我想说因为两辆车差不多也是这两 就其实这两年大家对保持节比较关心的两个 就是在十几万这个区间里面比较关心两个车型嘛 那我觉得今天就要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测评 他在买一个价格应该不只是这个钱了 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赚的 那我可以看其实在那我十几万的价位里面 就是保持节哦 包括你去看同级车 我觉得十几万价位里面 他看那个颜值首先肯定是 我觉得算是数一数二的 因为包括他的前脸 前脸我觉得很像918嘛 很像就小918 包括我觉得他的屁股乱七八糟 我觉得也是保持节之前 在之前车型里面没有那种没有的设计 那OK那其实还有一些驾驶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唯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电量不够用 就算你加了 因为我这辆车其实已经加了很大的一个 就是电池已经加大 已经加钱加电池了嘛 那其实还是会有一个电量不够用的一个情况出现 那其实总结一下 小小总结就是 如果你有两辆车 买这辆车平时带个布啊 你就现在有一辆贵 有一辆骂别的 918骂别多少钱 两块 两块就很贵 我觉得拿这辆车就是现在带布 能省很多优钱 然后但是如果你只有这一辆车了 因为现在我现在就是我只有这一辆车 就很不方便 包括我想去 比如说我想去瀑布去堵个 我觉得过去就没了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他们充电装 保持节现在他不要特斯拉 特斯拉的充电装 我一开始买这个车的时候 我他妈以为 特斯拉是能 特斯拉充电装是能充保持节的 然后买 买完之后呢 结果我就傻微稀稀就跑去特斯拉那边充电 结果充不进去 更是充不了 而且你还要在家里装一个保持节专用的一个保持节 就是这个充电装 所以这都是一些小的问题 但是等之后我给大家在上路的时候 我还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些车遇到一些 我觉得好的坏的一些东西 然后差不多就是我这辆车 这是我朋友买的 就是什么时候定的 我是去年4月份定的 4月份定的 然后车价是 18万 对 睡前18万 定的22款的992嘛 C4S 那可能那时候 我看的时候 就我那时候我买这个车的时候 911就是 如果提个911差不多也是 就首付差不多 但可能 对 它是这样的 它是 它起配价格是14万1千块钱 对 我看它是裸的 对 然后我配了什么火山灰 然后 还有全波尔多虹 对对对 还有灭火器啊 18倍运动座椅 对 我就配了一些配置 所以配完之后 快配完18 配了整整18 行 然后他们给了我2000折扣 等于就是整18 你觉得驾驶感觉怎么样 驾驶感觉就是 它拥有了所有跑车 应该拥有的那些性能 和驾驶体验 但是 唯一的就是空间太小了 女的还是看不懂 女的看不懂 你就是看不懂 还不如妈买个什么马苏拉蒂 你三万块钱 干你娘 可以把后面的标都摘了 就是为了给他们看不懂 对 我把后面的C4S 卡雷拉4S 然后你后面就只有个911 对 只有911 对对对 走到马路上就让大家都以为我是最便宜的 行 但我觉得就整 我觉得个人来说我觉得 那个颜色是只有 我觉得真的是很很正 就是这是水泥灰吗 也不能算 火山灰吧 它叫chalk 火山灰 保时捷的火山灰 跟我之前的1630几个颜色 差不多吧 差不多 但是其实有差别 对有差别 一个质感 一个质感 对对对 我拿的是全加大第一个4S的订单 这是第一辆4S 我去年是4月份订的 然后10月份拿到的 然后一共用了整整半年 我拿到这张车 对 然后现在它溢价了 那你的车也溢价了 肯定 对啊 溢价了 但我们不可能卖 对 电线没有持有的香 对 没有用 那我们等一下叫我炸死一下 走炸一下 炸死 然后我们等一下我们几个就吃个日料 反正然后我们现在频道什么 这潮流已经死掉了 只能转型做点吃播之类的 然后我们等一下去吃烧鸟 踢灯 反正那个那个店叫什么 踢灯 踢灯是什么东西 就日式大双鸟 这用土话来讲就 Japanese大口串 Japanese big as barbecue 这个叫 浪人 浪人 我们今天来 最能说也是也是也是 也是探个店 也不能是怎么样 也是探一个吃播 比如说探一个 我们平时又讲车又讲 跟大家分享一下多多一些好吃的东西 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我们 我们现在进入 我后面实在太冷了 在四月份多多多这么冷 那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驾驶环节 那其实这个车我已经开了到 11,622公里 就开了真的蛮久了 然后 现在先没开始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 第一个 非常难受的一个问题 这个窗开的很慢 就是 就是 我是真的直观感觉到 就是他这个窗不灵敏 就有时候比如说 假设啊 比如说你在经常遇到朋友呢 遇到你的朋友 年轻人 年轻人 你打个招呼你知道吗 然后他窗下去很慢 就 就很 你看 就差不多这种速度 然后 他就是这个窗就非常非常不灵敏 我觉得如果你们有 如果有踩开的话 有踩开的车主看我这个视频 一定能理解我的讲什么 可能 我现在讲的可能就 哎呀 就感觉是很蠢的东西 但其实 这实际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 窗关 关不上 会很慢 然后 待会你 我个人觉得 这个中控啊 就是非常的 就是还是 弄的不够 灵敏 就是 不够顺畅 就不够流畅 虽然他很帅 他中控是很帅 就 卡 你知道 就叮光 全是叮光图 你知道什么 Drive Mode Sport 然后 要说一下声浪 他声浪是 就是他这里可以调电子声浪 就等于说 我把它点了 On 是吧 然后呢 Drive Mode 点了Sport 我还能 我还能踩 踩不了 他都不能控 他都不能控挡转 等一下给大家 等一下 我上路的时候 就是 在车里面应该是可以听到这个声音的 那 就是 我要讲他哪里不灵敏 就是你 比如说我们连 Coreplay 连Coreplay 你点这个 点这个Device 它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你点Coreplay 我现在是 我是帅刀被人砍 我点Coreplay 妈那天我讲个小笑话 那天我们喝酒 我就把你拼收 那天我们喝酒 然后妈逼着 我们用手机 AirPods 一个女的跟我讲 一个女的打开 打开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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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AirDrop 大喊一句 谁叫帅刀被人砍 是我 是我 借是我 你看就很慢 就真的很慢 就真的超慢 就是其实 Coreplay你都不用去连线 它直接进来 你点一下 应该就可以出来 所以它现在锯嘛 就我手机现在 你看Coreplay点不上 那你看我现在 我要 我给它连上 然后连上 然后就很慢 反正我跟你讲 就是这个中控 反正 你看 连上了吧 OK 那现在 它转成 而且它会有一个什么 比如说 它会有三个 三个 它会有三个 Mode 你把它去掉来 它就是 这个就是 不是Coreplay 直接可以连蓝牙的 然后 前面两个就是 可以直接 就是连电话 或者连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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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反正就是 我 如果你们 有 有 有这个车 就有任何 这个车 你 你能理解 我在说什么 中控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瓶 这个瓶 就是 老样的 我觉得就是很 就不好清理 而且非常多指纹 然后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个杯架有点鸡肋 我觉得这个杯架 就这边 要不然你就搞一个 就是你杯架 要不然就搞一个 我真觉得搞两个 就很 就很鸡肋 你说我这个 推荐一下 卡 高级的 洗 洗 洗走液 然后 就是 我觉得 中控方面 就是 质感都不错 但就是实用性还是 我还是觉得 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虽然 就是 保住肩 为了好看 所以 差不多就是这些问题 其他的问题 也没什么 就是 我刚才也说了 里程术 不是特别够用 还有一个就是 充电的时候 盖子老忘过 比如说 因为它这个充电 不是插在那个外面 就插在 我等一下 我给大家看 那个外面 它插在里面之后 你 因为你经常是用油的车 你把它拔了之后 你经常会忘记 所以你开了一半 它这波就会突然去写着一个 哎 那个油盖没关的 这就是 差不多就是 我开到一年 一个差不多的体 介绍一下 这是我店 哈哈 不是这个黄焖鸡米饭 这个旁边 旁边这个 草牌店 买走店 哎呦哇 你看他真的这么丢 干 哈哈哈 气死 我们带大家绕一下美丽的Yang Street Beautiful Yang Street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这个 现在这个mode就是这个sports mode 就是很能听到 能听到 就是感觉就是在自我欺骗的 就是我怎么形容这个事情 比如说 哈哈 你这个 哈哈 床上功夫不太行 哈哈 你以为假装很开心的样子 就是 就是这种感觉 哈哈哈哈 就就就这种 自我欺骗的感觉 因为我不觉得外面能听到这个声音 就是能听到也很少 很小 然后但是在车里面就感觉 哦 感觉这个车就是 有点像就是那挨拔呀 那种感觉 这种自动就是电子声浪 但是 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所以 那个时候说买turbo啊 就是 虽然我 我没有那个预算买turbo 但你真的给我那个预算 让我去买一个 采看的turbo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 那个因为那声浪都是假的 我们我们花那么那么多钱 二十几万买车 买一辆保持钱 那肯定不 除了速度以外是吧 还有那个声音啊 大家懂了 声音很重要 这个sound very important 然后 差不多 我觉得就是 其实 开起来 然后我们现在在上路 开起来的感觉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 非常的顺滑 叫什么 不是顺滑 它丝滑 我觉得开这辆车就是 除了我 我这种 因为我 我现在就属于那种比较佛系的状态 就是 也不想买 就 可能是 也就 我也不想说 弄一个跑车 觉得就是太高 就张扬的 就是 这个 这辆车还是适合那种比较低调的人群 然后 我还是觉得 而且我觉得这辆车其实比较适合那种商务人士 真的是纯商务人士 我上次时间师妹也说过了 是那个什么 在谷歌里打个马啊 不是 不是打个马 哈哈 编个城啊 打个马是什么东西 哈哈 我你妈 呃 企业的是经理啊 说这种 我觉得开这个车还是挺符合这个气质的 差不多是两 然后我们等一下 就是开一下我朋友的主要要就是爽一下 然后 包括其实开电车开久了 我真的其实已经忘记这个油车开有什么感觉 不过有一说一啊 跟大家讲 就是其实 开买这辆车 如果以一个省钱的角度来讲 真的省了挺多钱 因为正好 恰恰就卡在了现在油价很爆炸的一个阶段 你包括我们摄像路级哥 现在一个月加油得四五百吧 对吧 四五百 而且就是正常跑 就不是说那种 就叮光的那种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 加加劲的跑 就得一个月油费就是四五百 那你想 是吧 其实以省油的角度来讲 也是不错的 包括我跟大家讲 就这个车 你如果加装充电桩的话 就家里装充电桩 嗯 价格我记得我是花了三千 买那个充电桩 充电桩好像是不用钱的 但是你装 还要引根线出来 然后而且你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装的 就是买辆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辆车不是所有地方 如果你住Condle啊 你要去问一下 尤其是问一下你的物业 这辆车整个GTA 反正我能查到保时捷的充电桩 两个还是三个 所以你基本上开这个是没法长途的 也就只能就是短图内跑一跑 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有想 有没有可能说 我拿这个车跑一个稍微就跑去蒙特利尔 都不是纽约的蒙特利尔 在后面看了一下那个地图 就真的不行 中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充电站 就是完全不存在的这个事情可以发生的 所以如果你想说 有个电车还想走长途的话 其实这辆车就不太适合你 就是右转怎么样 直走 直走 行 那差不多就是这样 其实 给我给大家踩 踩稍微踩 就是加速还是非常可以 加速还是不是 加速还是非常可以 就是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你旁边一个比如说 一个小Gib C300 你知道吗 就干它 你看它瞅你呢 黄头发的男人 是妈的 妈呗 它瞅你 你就直接干 给一些黄头发 不是不是 就是那种 比如说 比如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速度 就是电车嘛 一定是 这起步是非常快 但是那天晚上 我记得我们喝多了 就我们在一个高速度上 稍微踩了一下 我跟我朋友的酒 那真的是被秒的吗 他妈都不胜了 哈哈哈哈 头头厉害 看的 希望看到我这边 是让你们对你们有帮助 是不是刁明照位 妈掰啊 你看我说C300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妈掰啊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开玩笑 我 我 RESPECT所有的车主 哈哈 OK 那我们现在去 试驾一下 这个朋友的狗11 Let's go 哎呦 我靠 这内饰是真 什么不一样 我靠 我怎么感觉 哈哈哈哈 你这内饰加多少钱 4000多吧 应该是 但我那加不了啊 是不是 加不了啊 是不是就911能 对 帕美 凯燕还有凯燕 凯燕都是不能加全红 只有911可以 只有911T18 应该是 哇 哎 不过这个那 就是直观进来 这个感觉是真的是 很帅的那蛇 然后全奥坎特拉的顶 真的 可以的 不错 哎呦 嗯 有点后悔了 哈哈哈 有点后悔 有点后悔了 这是不是有点后悔 不一样啊 你这等于是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概念的车 就我那个就是 完全就扯淡 你平时拉鞋都拉不了 对啊 我他妈在干什么 试试吧 你要点火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你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的车没收 我习惯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个 我一上车 他直接就开了你知道吗 太久没有开气 我真的太久没开气候车 所以我都不 哈哈哈哈 我蠢 所以我觉得开 就是 开这样首先啊 就是 开的感觉啊 内饰 就是开的感觉啊 内饰的感觉 就是 我还喜欢全红的内饰嘛 就是首先很愉悦的感觉 那其实刚才我踩了一下 但现在车转不 我不能再踩 哈哈哈哈 刚才那个声音就很像那个一路向北 你知道吗 这个一开始有个呜 一个感觉 就 哎呀 还是 我觉得还是有点后悔 当时没有买 没有直接整个911 但可能考虑到妈的 当时可能就是考虑到 觉得 那就觉得电车好像是很性帅 你知道吗 但也没有考虑到那个实不实用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选择买911 而不买铁卡 就是 这是我 我自己来说啊 虽然两个车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类 不是一个类型的车 也不是一个概念的车 但我觉得 对我来说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买911 而不是这个 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 马上就要到当场了 到这个我们吃饭的地方 然后就是给大家新的栏目 就是我们的吃播 给 就给大家 之后 带大家 带大家 看多伦多的一些 啊 高端的吃的 平价的吃的 甚至于这种 就这么 打的管 哈哈 路边摊之类的 行 差不多就是这样 你看这个 这个时候看这个车 还是颜色很好看的 大碗 它会变 行了 我们今天测评 不是测评 所以大家这个车的内容 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 然后我们 哎呦 我们现在去 吃饭 吃一个日式烧鸟 我们的 我们真的很久 我就是 我因为我平时吃饭 也不能来当场吃 等于说第一次做吃播 就给大家来当场做吃播 也是 其实真的是 还是花着血本的 哈 行了 我们现在餐厅见 Let's Go 现在也一样 我们大家看 着面就是吃 烧鸟 然后这种定食 还有一些杂物 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传统的 一个日文的 一个料理店 第一次做一种 撤播的视频 所以就先随便选了一下 然后我们大家如果 喜欢这样的节目的话 之后我们还是会 就是给大家专门去找 我们喜欢吃什么样的店 什么样的店 OK 那我们先点台 应该是弄 感觉是日本五十刀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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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串了一个牛肉 串了一个鸡肉应该 点个这个好像很不便宜 25的 很大吗 25 来一串吧 一样来一串试一下 它有三种 它有个海鲜 它一样三个 三个一样来一串 三个一样来一串 所以基本上像我每次 过来吃这料 我会先点的前菜就是 就是我个人来说 剑膜章鱼和那个生牛肉 尝一下 弄了 弄了 这个 其实这东西没有什么好 剑膜章鱼丸 没有好不好吃这种 我甚至觉得这个东西 都是一个厂家做的 就是这个玩意儿我觉得我不知道啊 但我不觉得它是自己拔的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吃鬼吃的那个味道是差不太能了 然后加点青豆 但是牛肉 我自己还蛮喜欢吃生的这么多 蛮好吃的 OK 我们来尝一下 看这个烤串 然后 然后 然后它一共我们点了这是多少串 20串 但其实看平衡看起来不太像日式烧鸟 你会不会觉得 你会不会觉得 但无所谓 就这样 尝一下味道 这是牛肉 尝一下牛肉 是牛肉吗 牛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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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看一看 这个鸡肉 这个鸡肉 吃了应该是尝一下 你妈妈 这个五花肉 是吗 我这里吃肉 吃了 我感觉整个是因为中国人开的 它的味道偏丰辱 它不像烧鸟 其他味道我感觉就是它不像日本的烧鸟 我刚刚吃完这个牛时候我们再尝一下这个这是什么鸡翅 尝一下这个鸡翅 我看一眼 展开来炸的 这吃味道是ok的 这还不是烧点 你知道吗 我这样说是挺腼腆的 你还帮你打死 哎 没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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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是是 二三没有了 只有这个 你几天拍着这个 挺好 好久没看过你 有的时候最上次刷到你 因为可能最近视频做不太行刷不到了 看一看这是我他们插家特色的三个串 就是首先这个造型就很有特色 但我们还没尝味道 其实刚才我们尝的那个烧鸟就是除了有几个 我觉得至少这样刷的不太均匀以外 其实味道是还是ok的 就是我觉得对了起它的价格 因为它其实在日日烧鸟店里面 它这个价格算是很低的 就我刚刚跟我朋友说 那同样一个东西在温哥华六道 这边三道 其实我觉得三道一个品质 这样的品质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是ok的 那我们先来试一下他们这个店里 它是招牌的三个大串 我们来试一下 然后先尝盖 夹不起来垃圾袋 就这样 优点 肉质还是肉 肉质蛮鲜 但是还要缩一点 缩一点 但是我觉得可能它配一个这个 圣鱼骨 这叫圣鱼骨 它叫小番茄 汤 它这样配的味道还是ok的 这两个还是均匀的 它就是 我觉得你们就稍微有一点点甜 味道还是ok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